大無敵是只有美豬可以含瘦肉精 還是全部都可以 其他的國家如果根據這樣 它是可以的 之前講的都是騙人的 好 都是騙人的 詐欺行為 對不對 對 眼看含瘦肉精的美豬 就要在明年1月1日 開放到台灣了 原先民進黨一直說 只要把美豬表示清楚 就沒有問題 不過一切才沒那麼簡單 因為原來不只美豬 而是所有萊豬 其他的國家如果根據這樣 它是可以的 民進黨政府這樣的做法 讓柯文哲痛癖 這根本是蓄意欺騙 今天柯文哲在議會上 被議員問到這個 讓他氣氣氣的問題 柯文哲又忍不住 他之前講的都是騙人的 好 都是騙人的 詐欺行為 對不對 雖然現在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 中央說開放就開放 不過地方政府 才不跟你信這套咧 目前許多縣市都訂出自製條例 堅持要擁解出 當然 包含台北市也在其中之一 沒想到讓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昨天情急之下口誤 如果台北市訂這樣的話 那所有的牛排店都關掉了 你嘛幫幫忙 人家問你豬 結果你回答牛 現在是 現在不是只有我才會失言 他也會失言 唉 別再笑人家失言啦 今天陳吉仲 可是直接嗆你 完全不懂經貿耶 你要不要來平反一下啊 我跟你講我不懂經貿 可是我懂醫學 你懂醫學 那陳吉仲懂什麼 永遠 政治 我跟你講 國際貿易是這樣 立志所在 只要這個有這個利益在 以後恐怕那個會 會有那個農場 專門用養瘦肉精飼 用瘦肉精飼料養得住 專門輸台灣 董醫學確實是滿厲害 但話說回來 市長 你知道自己被民進黨 擺了一道之後 有說要上街頭抗爭 這邊先問一下 阿日綺訂好了嗎 我跟你講 現在離1月1號還有時間 你知道我覺得民進黨 還是要誠實的面對問題 因為如果是開放 所有外國豬肉 都可以含瘦肉精進台灣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要想一下怎麼處理